我们讲的建议公司或公益公司 它的一个公益报告 它跟 CSR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一个原因是因为 CSR 基本上是我们在看到 上市部位公司它会去做 CSR 报告 然后它会有一定的要件 但是它不会结合公司的一个张定目的 我们在讲公益报告永远要记得是 它是要回去检视这家公司 也没有履行它的张定目的 但是在公益报告书有个好处是 因为它的设计不像 CSR 报告一样 公益报告书它是可以分级的 那也就是说你越好越大的公司 你但是希望你做越严谨越紧密 你可以走不同的什么SROI啊 什么声音响力评估报告等等的 或者是找国际组织来认识你等等的 或者是有国际标准都可以 因为它是个开放式的 它不会像说你一定要走ABC 而是它是有这种选择 那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在这次修法 我们建议是也让比较新型 新创公司也可以符合 所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设计这样子 那它的重点不是 CSR 报告 它的重点就是要证明 就是要让它去扣合它的使命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要去检视说 它到底有没有履行它 或者是它的提出预期目标 那它目标完成多少 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证明或是什么证据 去支援这样的东西 那 CSR 报告基本上有很多都是 就是都做得很棒 你的话然后弄得很好这样 可是它的概念上 还是我讲的一开始上课讲的 它是一个减少企业的 所以会更加至少企业的 也不像是两个计划的 并且要重点更加至少企业的 币兴于性恤团的 并且对无程度以为 但是这里有没错 感谢观看